來同學們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是排序的 那這個有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就是你把每個順序都 時間點都搞很清楚 然後就可以排出正確答案 當然有個比較投機 投機取消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就是用刪去法 我們兩個方法都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台灣近50多年來 經濟發展與建設成就 回覆這50年來台灣曾經經一些階段 採取若干措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獎勵投資拓展輸出 這是出口的 出口的 先不用管 你時間進不住無所謂 先不用管 利用美元發展清工業 那這應該在什麼時候 一開始嗎 美國援助是在1950年代 也就是民國的怎麼樣 民國40年代 然後改革壁治 實施土改 這是民國38年 然後建立重化工業 經濟自由化 這是十大建設以後 民國60年代以後 所以呢 這邊獎勵投資 拓展輸出 應該是民國50年代 50年代 所以大概排出順序來說的話 最早是什麼東西 最早是不是比 對不對 比 然後再來是什麼東西 再來是美元嗎 40年代 乙嗎 然後再來是假嗎 然後最後才是釘嗎 所以答案是不是就選豬 這是第一種排法 好 第二種排法是什麼 我們先確定一件事 假跟乙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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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一定是早於 早於怎麼樣 就是進口已經 進口已經 這個什麼 早於出口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一定要在假的前面 一定要在假的前面 發現每個都在怎麼樣 假的前面 好 那再來 丙 改革壁治 實施土改 我們很確定民國38年 所以丙一定要在乙的前面 丙一定要在乙的前面 好 然後呢 丙一定要在假的前面 還有有發現 哇塞 這招很賊 每個都怎麼樣 每個的都是丙在乙假的前面 那沒關係 直接看釘 綜化工業 綜化工業 這四個看起來它已經最後 所以釘一定要擺最後 這已經刪掉了 三一刪 答案還是選什麼 選豬 這樣可以接受吧